最近大家以後會發覺 我是沒有叫大家再去支持啤梨漫步的 不是叫你們不支持 而是因為我既然知道即將要離開時 我就不想背得太多收了錢的數字要找 那裡其實是一個問題 我會和岳儀再坐下如何處理這些 背得有些東西是扔到2020年的 之前有很多朋友扔到2019、2020年的 我又不夠膽 因為我還未想好 其實我想了三個月 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但是 我又不夠膽求你們 等我再給點時間 但如果你們認為是保護消費權益 如果你想我要繼續聽 放心 我一定會保留你們的免費戶口 我們還可以有帶局 所以就算你不接受我 你也要聽我們想的 你一定要知道 要訂給你晚報 知道嗎 沒錯 沒錯 OK